海中北藤區2月2號中午自來水管爆管 水不斷流出 附近居民調出監視器畫面 中午11點多 原本一切平靜 突然水不斷冒出來 接著越淹越高 水位一度來到半個輪胎高 附近有業者在洗車 上面是業者用水 地面則是自來水淹水 範圍越過越大 只好先圍起來 這條是大概70年代左右埋設的PBC管線 那它就是年代已經比較久遠 集水廠廠長到場了解 這邊是台中北藤區 遼陽四街 瀋陽路口 現場約有100戶住戶 水從排水孔以及馬路縫隙冒出 這點的水量我們把它關閉 廠商工班進行現場的開挖 廠長說目前施工人員都有其他任務 沒辦法及時來修 最快要等到晚上6點過後 淹水至少還得淹半天 我想說機關的船 整個都水 我當我看水廠才不好 那我看水廠那麼高 居民耐心水越淹越誇張 就怕爆管引發地面塌陷 變成天坑 骯髒黃泥水不斷往低挖樹流 集水廠說會等工作人員來調小水壓 確定是哪裡爆管 接下來搶修預計還會停水一陣子 目前民眾只能看著水流 經過時閃開避免摔車 TVBS新聞呂正成 許又翔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